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民眾隨著旋律搖擺 忘情高歌 KTV等視聽辦唱設備 讓民眾多了娛樂消遣 但澎湖旅宿業者不滿 要被多收娛樂稅 去年澎湖縣政府直接發令說 唱歌跟烤肉的時間 只能到10點 今年又莫名其妙說 唱歌娛樂的 要繳娛樂稅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有付我的版權費用 然後我不知道接下來政府 會不會又要課我什麼 旅宿業者苦叫連天 因為國旅意願降低 為了稀客 新增麻將桌 烤肉設備 KTV等等設施 明明沒有額外設費 卻接收澎湖縣府稅務局 徵收娛樂稅公文 只要民宿或飯店 設有半場功能的設備 不管有沒有收費 就要比較卡拉OK 娛樂業者徵稅 而且限期期田內藻礁 否則最高開罰 一萬五千元罰還 對於業者反彈 謝福解釋 娛樂稅是全國同用稅法 已經行之有年 並非新增 要是冬天謝業也可以停止繳稅 但旅宿業者大探 日子不好過 更擔心恐怕先起民宿倒閉潮 華視新聞成人正章的 學生消息秀 澎湖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